歡迎收看《庶民大頭家》 结果现在赖清德喊他要再砸九千亿来搞净零转型 网友就探说难道是神野民进党鬼野民进党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还有前立委蔡政员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主持人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到过去三年疫情重创了全球的经济 有不少国家是靠着外汇存底来当成他们的救命钱 而台湾的外汇存底排名可是高居世界的第四位 不过现在传出立法院希望有这个立委提案要修法 动波百分之十的外汇存底来成立所谓的主权基金 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跳出来强力反对 他认为各国的主权基金都不是由央行来主导 而且央行的外汇存底的功能是维持经济市场的稳定 跟主权基金要追求获利这方向根本是完全不同 那么先前蔡政府不是要警察斜杠当军人吗 怎么现在又想要把外汇存底拿来当成是主权基金吗 难道只要是能够拿枪的都要上阵去杀敌 会署前的通通都要拿去充业绩吗 立文 好 今天我们看到了因为有立法院的委员提出来这个 说是不是把我们的外汇存底拨个10%出来当主权基金吗 因为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有用主权基金 红得很 那么对台湾人来讲最耳熟能详的 当然就是新加坡的淡马席基金了 好 所以央行总裁杨金龙怎么看呢 嗯 汤 反对到底啊 他说因为各国的主权基金都不是由央行来主导的 主权基金的投资目的跟我们外汇存底可是不一样啊 因为主权基金当然无非希望能够获利嘛 但是我这个外汇存底是要来稳定国内金融秩序所用的 所以他觉得不宜无偿的动波外汇存底 央行打差不愿意 那么而且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新加坡的淡马席基金都是好的啊 你看看他们最近投资的虚拟货币就亏了57亿耶 那有赢有亏嘛 本来投资就是这样不可能永远赚钱啊 那虚拟货币呢最近亏得很惨啊 他说啊 这种事情问题是如果发生在台湾的话 谁能够向社会交代呢 没有错 台湾特殊的国情恐怕也不允许 把我们的主权基金拿去投资这种高风险的东西 然后结果如果真的赔钱的话 恐怕不是几个央行的脑袋可以赔得起的 而且呢 他也讲了 台湾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国 在这种情况底下 坏汇存底 对我们来讲有特殊的意涵啊 我们更要非常的谨慎啊 说实在的 那时候金融风暴啊 台湾挺过去了 而且呢 我们看到像什么韩国啊 很多国家都变成啊 负债MF 结果就被MF啊 压着头 要求他们这样那样那样 把他们都搞得七婚八素可惨的了 所以啊 有时候呢 我们的劣势反而变成是台湾的优势 好 那么政大金融系 我们看一下学者的态度是什么呢 英乃平教授就说 他当年当立委的时候呢 其实我刚刚就讲了 当国外在成立主权基金的时候 台湾就很多人也引起了热议 很多政反看法通通都有啊 那么他说他当立委的时候 他也曾经提议要动波外汇存底 可是所有金融界的大佬通通来告诫他 哎呀 你是学者啊 不是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啊 再加上如果执政党吃相难看啊 你要三思啊 这个民进党政府可是什么都敢啊 所以呢 他说不能够 你以为新加坡做得很好吗 人家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可是超然独立 可是即便如此 事实上也都曾经蒙上了很多这个所谓的啊 裙带关系啊 家族政治弊案啊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啊 那新加坡的贪污罪也罚得很重啊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恐怕那更严重了 台湾可是没有条件去学新加坡的 所以在台湾这种人谋政治啊 更是很让大家不放心 外汇存底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可以随便拿出来玩啊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例子好了 土耳其2020年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当时土耳其就是动用了外汇存底 用掉了一半的黄金储备 巴基斯坦2022疫情通膨又加上洪灾增残啊 所以呢就动用了外汇存底 储备降到了八年最低 我刚刚讲了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2008年的金融海啸 台湾就是因为有庞大的外汇存底 稳住了脚步 真的几乎整个东亚当时唯一幸存的 就是只有台湾啊 所以呢外汇存底恐怕不是大家想要动就能够动的啊 那么赖世保委员的态度是什么呢 这个非常资深的在财委会的委员说 哎呀外汇存底 台湾5656亿美元啊 真的很多啊 那有3000亿是外资 他认为这根本是过路财神啊 央行的自由只有2600亿而已 我们已经有政府的四大基金了 所以没有问题 这些四大基金都是真金白银的 要操作操作这四大基金就好啦 好可是我们看一下四大基金事实上 在民进党政府主政之下呢 也是赔赔赔很惨 退辅基金去年就亏了478亿 可是史上第二大的亏损啊 劳动基金去年也产赔多少 3529亿耶 我们所有的这些劳工朋友们的口袋 都通都缩水了啦 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亏损 所以现有的基金的这个绩效 跟这个经营都已经非常的有问题了 再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啊 恐怕大家真的是会心惊胆跳 好那么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在讲啦 回想当年啊 我们看到这个是当时赖世保 曾明中跟费洪泰 不是现在 是之前2018年的时候就讲了 民进党成立了所谓的台山投资基金 好金管会呢 居然这样子的一个台山投资呢 可以把我们银行转投的规定呢 从5%放宽到100%耶 放了可宽啦 所以呢 台山等于就是从范公股的银行 搬钱搬走了多少 搬走了105亿 可是他会到立法院来报告吗 接受谁的监督呢 完全不受任何监督 那么直接搬钱 然后变成是一个投资基金 爱怎么用怎么用 爱怎么花怎么花 爱怎么买怎么买 亏损盈亏 通通不受监督 民进党真的很赶啊 所以在这时候提起储权基金 大家喊毛就竖起来了 觉得很汤哦 好 传出是不是呢 有委员啦 就是这个想到了 希望能够把外汇存品 拿来当成是主权基金 但是啊 学界听到这样的想法 一面倒都喊反对 政大金融系的教授 殷乃平就说 过去他也曾经在当立委的时候 想过要来动用外汇存底 可是啊 当时有金融界大佬就告诫他 要注意啊 执政党吃相很难看啊 当时是2002年啊 是贬政府时期啊 所以指的是贬政府啊 好 英乃平也感叹说 新加坡的国家投资公司 是超然独立的单位 他们的贪污罪也罚得很严重啊 但反观我们现在 尤其是蔡政府 不是经常被民众质疑说 用人为亲吗 或者是很多政策也爱批搞黑箱啊 那我们的外汇存底是好几代人 打拼下来的经济成果 也是留给子孙的保命家底啊 结果现在动不动就说 要拿百分之十去当主权基金啊 那问题是不是绿营全面执政吗 如果硬要闯关 什么法不会过呢 此例一开之后 会不会明天后天突然想到 就改成是三十趴还是五十趴 都拿去挹注主权基金吗 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条件 学习新加坡呢 郁光元怎么看 新加坡可以做是 我们不见得可以做 可以做得一样好 你譬如说我们搞个疫苗 问题重重 又出现高端的问题 民间还要替国家去 政府去埋 然后还遭遇大堆的困难 新加坡会有这种情形吗 不会有这种情形吗 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储备 外汇的储备 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 像美国有一个叫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SPR 就是说战略石油储备 就是说你要储备很多的石油 大概有十一桶吧 在手上 你在紧急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它释放出去 所以我们平常看 这个外汇存体好像不当一回事 而且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急用的时候 可能就要去掉一大半 那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为那天去做好准备 免得到时候就真的把国家都搞垮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动用这个钱 有这个必要吗 而且大家都讲了 一大堆基金都投进去了 对不对 劳工的这个基金也投在里头 而且好像效果都不是很好 那你现在已经没有做得很好了 四大基金都没有做好的事 你现在觉得把外汇的存体 在哪百分之十投进去会更好吗 这里面很多人模不仗事要不要去考虑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提案是谁 提案是民众党的一位立委提的 但是民进党里面应该很多人很高兴 既然有人这个带头 那这是我心里想干的事情 我认为要解释民进党很多人的签名或干什么 民进党做很多事 你就用选举切入 为了选举 他很可能就这样干 第二个要从钱的观念去切入 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他们可能就是个大红利 他们可以玩 可以像玩四大基金跳进去好好玩 这个创造多大利润出来 外汇储备了百分之十拿出来 这很大的一笔钱 所以我认为只要从那种自私的观念上面去做切入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投下去 所以民众党的人去发起这个事 我就觉得很奇怪 可不可以出来解释一下 又有科评你解释一下 是你的意思吗 还是因为民众党里面有哪个特别的委员 跟金融圈有特殊的关系 你要这样子的干 对不对 至于民进党很多人支持 你支持他的目的 是不是因为这位提案民众党提案的人 正在中了你的下怀 他想干的事 这是你们想干的事情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这我们是不晓得了 那国民党有时候 不有人情吗 我们在立法院都待过 有时候帮忙签一下 不过像这种东西 还是大家小心一点比较好了 其实不是说一定不能够筹足主权基金 但是赖事包委员就点出 其实政府早就已经有四大基金占操盘了 这就算是类主权基金啊 问题是摊开这些基金的营运绩效 我们看到退辅基金去年亏损的是478亿 是史上的第二高的亏损 而劳动基金在去年的亏损是3529亿 是成立以来的最大的亏损 而去年各国都已经陆陆续续走进了这个疫后时代了 而我们的政府呢 基金还可以亏损这么多钱 那外汇存底是全民的保命钱 就像这个杨金龙说的 如果投资亏损 要怎么跟全民交代呢 郑元委员 提这个案子说要把外汇存底挪10% 就是560几亿美金去成立主权基金的立委 只有两种情形 一种他是无资的立委 第二种他是家贼立委 家贼南方的家贼立委 那为什么我这么不客气的说 因为其实台湾人 有真的正统受过中央银行学训练的人才是不多 所以很多企业界的人都以为说 你中央银行报酬率怎么那么低 比我们台积电的股票 后利率低很多 投台积电会赚很多钱吗 外行人就是外行人 其实张宗门在这里也提过 但他确实是个大外行 为什么说 第一个台湾里有没有主权基金 有啊 国发基金就是标准的主权基金 那你国发基金 为什么不像淡马席基金那么能干 你家去检讨嘛 但是有时候 我不完全怪这个国发基金 淡马席基金这几年来 赚了最多钱在哪里赚 在中国大陆草地平赚的 江苏一大片土地 就是因为他去把他搞都更 赚了很多钱 还有投资中国大陆银行股 赚到了 他也没有真的很 其他地方投也没有很厉害 跟你刚才讲 淡马席基金投资赔了一屁股 赔到了什么东西 他的那个新加坡的那个 黄青贵族主管这个案子的人 下台走路 为什么 就是你显得我老婆 彼此摸摸摸 赔钱走路 那就是主权基金的应用范围 如果你不满国发基金 那你就允许他的海外投资 允许你炒什么 虚拟货币 都可以 可以炒期货 可以炒什么期权 通通可以 这叫主权基金的一个高度应用 主权基金就是有公务员 政府的钱 简单讲就是财政部的钱 财政部的钱 你爱什么投资 没有话讲 举个例子 台积 那个台积电最早的股票 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有很多钱 就是在国发基金投了 投资成功 那是奖金国的功劳 不是后来的功劳 那又赔钱了 也不是没有 所以主权基金台湾早就有了 要不要管得好比较重要 那你中央银行拿出来 有人用中央银行的盈利 给财政部 财政部拿来投资 有很多国家是这么用 大陆也这么用的 但是没有人直接把中央银行的 外卫存笔 拿去做主权基金投资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中央银行的外卫存笔 钱怎么来的 它是发行新台币来的 也就是外号叫花 新台币的发行准备 因为它用新台币去买美金进来的 那所以变成说 新台币存款的准备金 就是外卫存笔 简单讲就听懂了 那好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台湾表面上看得很风光 外卫存笔 高达5900亿 美元 好多 好风光 但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我们台湾没有外卫 没有严格的外卫管制 所以资金可以随时流动 第二个 在台湾的外卫里面 就是外资在台湾的短线投资 刚好是5800亿 这个赖斯堡讲的3000亿 是只算热钱 没有算其他2000多亿的短线投资 也就是我们外卫存笔里面 99%就是外资在台湾的短线投资 你用新台币把它换来的 这什么意思 如果像巴菲特要移走的话 啪叉 99%的移走了 用专业术语来讲 就是我们的外卫存笔 只有1%的什么 的空间可以去抵抗金融大二 1% 你今天拿了10%出来 你变长线投资 就没有办法马上抽回来的 没有办法马上抽回来 你那个空间就11% 被人家攻击 那请问你 什么叫11% 就是我们中央银行 马上变成矽谷银行 就是把这个短线资金 拿去做长线投资 当你金融大二一来攻击的时候 你11%抽不回来 你就可能会倒 那请问要不要试这个东西 换句话中央银行外卫存笔 不是中央银行自己的钱 是所有你只要有新台币存款的人 你就是靠这个中央银行的外卫存笔 你才有那个价值 所以为什么当时国民党到台湾 要从大陆带着黄金 放在那边给大家看 我印新台币 人家才会去拿新台币存款当一回事 没有那些准备 没有人会拿你新台币当一回事的 所以外卫存笔的功能在这样 那今天当然有些立法委员觉得 哎呀他有金融专业 我跟你讲 经营银行经营企业 跟经营中央银行是两码之死 我们口中的新台币是我们的钱 但是中央银行的新台币 是中央银行的负债 大家注意到这个不同 所以经营中央银行理论上差距非常大 那你今天如果觉得中央银行经营绩效不好 中央银行每一年都有很多的盈以脚库 就是利息 利息收入交给财政部 你就把那个钱拿去做主权基金啊 国发基金可以拿去增资啊 不就可以了吗 那你表现给我们看啊 然后那个立委如果觉得他自己金融专业很强 我觉得民进党制度就把 我也不在意什么不同政党 就跑去当什么 那个国发基金的那个什么 什么董事啊还是理事啊 我也没什么意见 表现给我们看 当然提案人说有金融界关系 他家里也有经营金融业啦 那我不客气讲 他家的经营那家金融业 我觉得这么烂了 你还想要来插手主权基金 你有没有错啊 他不具那个专业 他只是因为他爸爸是 当大公主吧 所以你来搞这个东西 要么你划重取从 要么你孤名调育 但是欠告诫你 不要变家贼 是 蔡委员告诉大家 其实呢 这些外汇存底就是我们新台币发行的准备 所以当时啊 台湾就是靠着外汇存底 才有办法撑过亚洲金融风暴 不然索罗斯随便一来 不是整个政府就倒了吗 好 但是现在如果说 真的有人拿了这个外汇存底 去搞主权基金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呢 那谁敢负这个责任呢 今天绿营的令委林楚英 就去问了 问财委会的这个 列席的这些主管的机关说 你们谁要来管主权基金啊 央行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然后呢 财政部国发会经济部 没有人敢吭声 没有人敢扛责任 过去财政部刚上台的时候 绿营就搞过这个 一个叫做台山投资啊 这资金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 政府或是公股银行 可是不必受到任何的监督 当时就被在野党质疑说 这是不是叫做 搬走银行的名指名高呢 如果说啊 连买个几十亿的高端疫苗 政府都能够搞个黑箱来封存 那如果政府拿了 好几兆的外汇存底出来 搞主权基金 百姓真的有办法 可以放心吗 史诚哥 你知道准备非常重要 刚我们财委员是专家 你知道当年刚刚讲索罗斯 索罗斯曾经空袭过港元 你知道靠谁救 中南海 中南海钱出出来 就把索罗斯给干掉了 那如果说我们的 这个台币准备拿去花掉了 如果有人空袭台币怎么办 完蛋啊 你不要以为 不会有人空袭台币啊 到时候台币从不晓了 30块变50块 那完蛋啊 你知道吗 那请问一下央行有什么样的手段来节制 因为我记得台币有时候贬值干嘛 央行就要出手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我对不起啊 我不相信这个政府 所以他会操作的东西 我都觉得会有私人介入 你看嘛 我们成立这些机构 包括什么防疫指挥中心 包括我们的农委会 请问一下 有发挥什么作用吗 你现在把钱投进去了 我们刚刚讲 刚远宜讲的 那个劳动基金亏了3000多亿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退伏基金 亏了400多亿 这个钱投下去 请问一下 会不会变成私人的提款机啊 我要投资以前干嘛的 那个郑市长啊 那个我们这个主权基金 要投资什么股票 知道了 大家都有好处 到最后有人倒大美 这个事会不会发生 我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 送他四个字叫人魔不脏啊 这么大的一笔基金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操作的 到最后 不好意思啊 亏了稀里花啦 有的人转的叫 对岸叫盆满钵满 这个问题关键在这里 新加坡的淡马锡基金 事实上它是国家投资的私人公司 他们自有一套监督的机制 他们有人认为 他还不像主权基金 可是他们自己 本身营运的非常好 所以他们一路以来 成长非常快速 好像几十年成长十七倍 我们的各大基金 这些年来 一嗲嗲 有的还亏损 甚至有找人那种 不会操作人在操作 我们的基金 我觉得未来 不是不可能发生啊 我不是找一个专精的人 我找个马屁精来操作 到时候你说 你说他成立这样的基金 然后给一个奇奇怪怪人操作 到最后亏了稀里花了的 你一点皮条都没有啊 没有皮条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还是不要 拜托 只要牵扯到这么庞大的 这样一个利益啊 你看我 我在我们节目讲过了 连一个新冠都被 给某党搞成商机 那请问一下 这么大一笔钱 变成一个投资 变成一个所谓的主权基金 你觉得真的会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民众 去争取去谋福利吗 我不相信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陈欧波 收受诈骗集团给的房车 还扯出了诈骗集团主权 和绿营绵密的关系 更让大家质疑 为何一个应该要 正在亡命天涯的通气犯 可以堂而皇之高调穿梭 在党政高层之间 吃饭喝酒都不会被逮捕呢 蓝营就揭露了 有一个自称是IMB的代表人 他去恐吓被害人 他说连调查局 都有人投了1300万 不敢声张哦 从目前曝光的 诈骗集团主权的政商人脉来看 这样的恐吓发言 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蔡政府2016年成立打炸中心 2022年组织打炸国家队 2023年要设立打炸办公室 结果呢 从2020开始 这个诈骗 变成了各类犯罪之首了 民众的财务损失高达288亿元 为什么好像花越多钱打炸 诈骗集团反而是越打越大尾呢 李文 好了台湾快要成为 诈骗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天堂 真的是让老百姓非常非常的苦恼 那现在呢 这个IMB又扯出案外案 有更多更多的料爆出来 让大家真的觉得太嚣张了 就是有个自称IMB老师的代表人 他居然还去恐吓其他的受害者 因为太多人受害了 都叫这些人不要声张 为什么呢 他说连调查局的人投了1300万都不敢声张 调查局 调查局都不敢声张了 可见的IMB的后台有多硬啊 你们一般的人就吞下去吧 好 还恐吓说 你如果你们敢去报案的话 就试试看 反正检调警方好像似乎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面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嚣张跋扈 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靠山敢这样做呢 到底有哪些大咖哪些机构里面的人 跟他们同流合污啊 那到底办得下去办不下去呢 现在已经有受害人说不可以声张不可以报警啊 因为调查局警方的人都是我们的人啊 这太离谱了吧 台湾的执法单位居然通通变成是恐吓 这个诈骗集团的同路人吗 那这个东西到今天警政署长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还不出来 表达一个严厉的立场吗 那台湾的政府已经变成诈骗集团的靠山啦 这个整个的检调还有我们的政府真的是要拿出一个态度来了啦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着选举而已啊 好 柯建明就说 哎呦 陈欧珀已经退选了啦 不要再见缝插针了 你们不要只处理政治危机 选举危机 这么严重的治安问题 你们应该要赶快让老百姓安心 还有受害人能够得到一定的正义嘛 每天想着只有选票 从2016年就成立跨部会打炸中心 越打炸越多 打炸中心到2022年升格变成打炸国家队 一听到国家队就嗨啊嗨啊 这一定没效的啦 只是要钱而已啦 投入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今年又成立了打炸办公室 所以前面打炸中心打炸国家队 基本上都是在诈骗我们人民吗 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吗 拿不出任何的绩效吗 那负责的人是不是应该要下台呢 否则的话换汤不换药嘛 每天换一个招牌 再加一个招牌 有什么用呢 蔡英文上台七年 国人被炸的金额 这个是有被抓的呢 就288亿了 那还有很多还没有爆的未爆弹 或者是还没有抓到的呢 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嘛 好 现在又扯出来 另外周刊又爆料啦 有一个所谓的 长袖善武政商关系很好的 叫做侏罗山人的 那这些侏罗山人呢 居然爆出说是最大的自办都更案 炸贷 那么侏罗山人出手 跟何库还有土银一起乔贷款 成功的跟官股炸贷了超过68亿耶 跟泰昆建设的负责人杨月修 好 这么简单啊 你我生斗小民 或是侏罗山人 所以看风水会算命 台湾会看风水算命的人很多啊 谁有办法把何库土银都乔来贷款 跟官股炸贷68亿 难道这些银行全部通通都是傻瓜吗 如果没有一定良好的政商关系 或者是靠山 怎么可能呢 让大家瞠目结舌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 然后呢 大家就看到这个相片就说了 侏罗山人居然帮赖清德的竞选总部看风水啊 这是侏罗山人 这是潘孟安 好像真的距离非常的近 那么呢 赶快现在你也想想也知道 赖清德赶快出来叫发言人啊 切歌切歌啊 对方是主动来的 礼貌招呼致意跟对方不熟啊 现在我发现赖清德真的跟全台湾的人都要不熟了 真的是啊 怎么办啊 为什么牛鬼蛇神啊 为什么诈骗集团啊 为什么这些人老爱跑民进党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啊 真的是大家臭味相投呢 当然啦 像这样子的人的确啦 有时候竞选总部我们平心而论啊 开了门要来帮你看看风水或什么的 你也很难赶他走啦 但是问题是不是这张相片 而是他怎么有办法乍贷超过68亿呢 那么他的政商关系究竟何来 他又如何运用他的复杂政商关系来搞这样子的一个乍贷呢 好啦我们又看到呢不只是如此 我们已经被这些诈骗啦 搞得头昏脑胀了啦 赖清德现在又开出一个最新的支票 说啊他在2030之前投入9000亿来投入净零转型 哎呦 民进党真的只有一招就叫做撒币 事实上在蔡英文任内8800亿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 通通一点都不前瞻啦 事实上他当时就应该来投入净零零探的 整个台湾的产业 以及我们台湾所有生活形态的转型了 那个时候都不做 然后拿去干嘛 当然是肉桶政治就是直接绑装嘛 那现在哇塞 蔡英文有8800亿 所以赖清德是怎么样不落人后就对了 干脆凑个整数8800亿直接来个9000亿吧 9000亿投进去真的能够把钱通通花在成功的净零转型上面吗 还是再重演过去这8年绑装的绑装 分赃的分赃 所以网友直接感受就是民进党拼经济真的很厉害啦 拼他们家的经济这是一流的 9000亿你敢再把这个空投支票交到赖清德的手上吗 诈骗猖獗啊 这个受害人不是只有一般老百姓 连公股银行都变成了肥羊吗 媒体就踢爆了 检调侦办全台最大自办都根的炸贷案 这个主贤呢 杨月修 找上了一个人叫做国师侏罗山人 这个所谓侏罗山人呢 据说就协助他一起呢 向合户土银来瞧贷款 事后还真的就被他从土银啊 瞧出了68亿的贷款 媒体就揭露检调呢 在针对此案发动搜索的前两天 侏罗山人还高调现身在赖清德的竞选办公室 帮忙看风水 好 赖办当然赶紧出来澄清说 当天这个侏罗山人是不请自来 总干事潘孟安是基于礼貌 才亲自接待和对方不熟 媒体不要捕风捉影 但奇怪的是赖清德跟绿营台南市党部的财务长郭再清吃饭 也说跟他不熟 然后呢 炸带公股银行的关系人 又跑去进办帮他看风水的也不熟 所以难道副总统的饭桌人人都能做 而进办是人人都可以跑去帮忙看风水吗 而民众想要贷款个几百万的房贷 都会经过层层的把关跟审核 为什么这个侏罗山人好像随随便便从公股银行 就可以瞧到好几十亿的贷款啊 像赖清德竞选主部真正的主持人是潘孟安 像我们在选举的时候也有一些很热情的人 或是怪怪的人会进来 我跟你讲 里面主持人不会去捡这个人 如果不是我邀你来 你来 他随便找个助理就把你挡掉了 你要开始我陪你走一下就走 潘孟安自己出来亲自接待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是人家故意闯进去的吗 随随便便闯进去的吗 如果你不论是这个人 你根本不会花精神去陪他 选一个总统多辛苦的事 拿那么多时间去陪他 你就随便找个助理说 那你就找他喝杯茶 或他要看什么 陪他去看一下 那有隐秘的东西还是不让他看嘛 对不对 比如说重要的一个会客室 不会让他进去了嘛 那你这个负责人出来陪着他看 表示是有交情啊 第二就是贷款的事 听说的确杨月修贷款的过程中 这两家银行是不顺利的 所以找了侏罗三人以后 就非常顺利 所以就按照规定 按照约定 就给了两趴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感谢嘛 那我请问你两趴多少钱呢 一亿三千六百万呢 而且的确先给了一千八百万呢 当作钱 当作钱金的谢谢这样子 后面的钱还要再继续给这样子 显然啊 那 那这个侏罗三人怎么本事会这么大 那现在的他跟现在执政党 如果没有很好的关系 你觉得银行的总经理董事长这么愿意就把钱给他吗 很大一笔钱六十八亿耶 六十八亿的钱 我不认为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敢做决定 这没有经过政治高层的指示 或是关心关切 你觉得那么简单吗 总经理董事长不担心六十八亿出去以后 哪不回来的后果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人让他放心的可以把钱带出去嘛 所以这位侏罗三人 他一定有非常好的跟当今的执政党有非常好的政治关系 否则他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因为银行的总经理董事长这个案子没有批嘛 对不对 这个才会去这个杨玉区没有办法才找侏罗三人嘛 那侏罗三人他自己可以去找总经理董事长说给他钱 不可能是你侏罗三人你说你本事很大 蓝绿你都很熟 我不知道他跟蓝人谁很熟 我真的不晓得 我听都没有听过这个人跟蓝君哪一个人很熟 那显然侏罗三人是已经透过的绿色的高层 银行才会低头嘛 我觉得我这样的推断应该是合理啊 要不然侏罗三人你是何许人员你是银行街的 你是中央银行总裁嘛 你什么都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人替你引荐 有人从上面做指示 这银行董事长总经理才会低头 我再讲一次 68亿 你用日币算都很大 何况是台币啊 当然要请教政员啦 他比较了解 你讲的百分之百证券 而且那个所谓的两趴 我更怀疑 这是白手套过水前 所以啦 这个当中没有政商关系的这个运作 你相信吗 好 赖金德对诈骗黑金 渗透绿营高层好像没什么表态 但是他倒是掏出了 他要在2030年之前要砸9000亿元 来投入净零转型 网友就爆红说 前瞻8800亿花光了 所以又要来花一张9000亿的大饼吗 是要这个搬钱来補装了吗 过去蔡政府的前瞻水环境建设 砸下了1807亿元 结果呢 大雨下下来 该淹水的地方还是照淹 而中南部缺水的地方还是继续缺水 好 我们看到的是蔡英文呢 因为搞了这个非核的政策 导致我们发电的碳排一直不断的飙高 结果现在赖金的反过来说 那我们要再花9000亿元 来搞净零转型啊 所以呢 不断的 这个烧煤产生了很多碳 然后再来净零转型嘛 所以网友就说了 难道真的是神也是民进党 鬼也是民进党吗 郑永远 蔡英文 花钱的方式是这样的 记不记得 除了说这个前瞻是8800亿 另外还有那个疫情时间也花了8000多亿 还有更早一点还有个计划也8000多亿 奇怪了 蔡英文都喜欢8字头的 然后赖金的觉得8字头不够看 9字头的 9字头的 所以他开始开9000亿元的一个账单出来了 这个账单怎么花 很简单 各行各位要降低排碳 要做什么 政府补助你 然后补助你 你要跟哪个厂商买设备 就有操作的空间 前瞻预算 很多人在怀疑 很多人已经指名道姓了 业界传了很多 就是很多跟民进党有关系的人就没关系 有关系的人在里面就有获利的空间 就有好的计划 好的方案 可以从中间得到好处 光电计划不是这样来的吗 不然你这个光电计划怎么需要开88枪 所以蔡英文时代都讲8字头 连开枪都是88枪 到了赖金得 可能会升级到90枪 90枪 太恐怖了吧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赖金得今天都不谈宜兰 宜兰是民主圣地也 现在谈不得 不谈宜兰的某立委 不谈IMB 他闭口不谈 就跟蔡英文一样的德性 只要有问题 趕快躲得远远的 就马上从媒体上消失 马上从记者会上消失 然后等到 你看风平浪静 再出来讲东讲西 那金得现在没办法躲起来 因为要竞选 所以他只要用更大的话题 来抢占媒体版面 你看看我们花9千利 有什么好处 告诉各位 我当选总统 这9千利在我手上 你们大家赵子方亮一点 想分的人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 这还不简单吗 你想分的人赶快来捐款 对不对 你想分的人至少不要得罪我 这是装脚就能够动员起来了 不是装脚也会变装脚 你看嘛 当时在搞那些口罩队 有多少口罩厂商 变成民进党的哈拉的 好朋友 忽然变好朋友 所以赖金得要玩这种 美国人叫肉统政治 我在竞选的时候 我弄一个大计划 那这个大计划 我就有分配的权力 那分配的权力 嗯 这个林立方跟我比较好 嗯 这个郑立伍 你要不要改过向善 对我好一点 就开始玩这种游戏 就拉 这个可能亲 国民党的装脚 这个可能会比较支持 这个 这个 侯友宜的 就开始哇啦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 民进党光花那个 疫情时间的特别预算 你看 当时很多国民党员 就发现到 装脚就被民进党移走了 所以 喊出这个九千里 在号召天下装脚 你不要以为 真的什么敬明啊 赖金得懂敬明啊 他也不懂啊 但是花这个钱 就有这种选举上的效应 我画在墙壁上 看到没有 这个除非 除非那个谁 侯友宜要花一兆 对不对 不然押不过这个九千里 对 就这样子啊 那这个也是 当时这个科文哲 不断的批评的 陈举在高雄 花庞大的预算 这九千里不是来自于税收耶 是要去借钱来的耶 所以我不想要 奈金得玩这个游戏干什么 他不是自称为这个政治洁癖的人吗 他不是自称为有很高的自我要求的标准啊 什么啊 现在底下的满地都是贪腐之土啊 你不管 你光只注意到九千里 人家就怀疑说 你在干什么 对啊 所以说呢 政风老师最喜欢讲百工百业嘛 所以呢 等到要净零碳牌的时候呢 百工百业通通都要改善他的这个排碳的设备啦 这当中是不是就有机会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呢 这好像真的是蛮容易变成绑装的嘛 好 不过另外来看到台湾行人地狱的名号登上了国际版面 先前台南不是还发生三岁大的小女童过马路 结果呢被冲撞而不幸丧命的遗憾吗 现在蔡政府又说了 好 那我们要砸四百亿元来提升人车的安全 包括啊 道安教育 已经有五阶段的教材了 要从国小到高中教学生 如果你开车应该要怎样啦 当行人的话 要怎么样 防卫被汽车撞到等等啦 好啦 我们看到政府不是砸两百亿成立了数位发展部吗 砸了十三亿组成的打炸国家 对嘛 结果现在呢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个资外泄诈骗越来越严重 那现在给民众一个安全的行的环境 不是政府的基本功吗 结果呢 现在呢连个行的安全要先掏四百亿 那请问一下 政府到底还会做什么呢 施诚哥 各位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大富翁 我觉得民进党从在野的时候 就开始在玩大富翁 记得2006年 那时候 预防委应该还是委员吧 那个八年八百亿预算 国民党们要党 后来民党呢 包括那些跟我同心的人说 夭壽啊 那些国民党 这些叫名字啊 就国民党委员不敢党 八年八百 后来变一千多亿 包括那个十门水库的这个书俊预算 书俊一千多 好像一千多了 台湾的河流说 希望能够免于淹水 有吗 钱花下去了 有吗 我刚看了一下 为了蔡英文这个总统玩芒果干 去年均购五千八百三十一亿台币 然后刚刚这个委员讲 八年八千八百亿 前瞻基础建设预算 然后未来赖清德还在九千亿 我们国家这么有钱吗 你知道我只要遇到事情 我就花钱来处理 那数位部用200亿 请问一下我们诈骗 网上的诈骗有抓到吗 有比较少吗 没有啊 可是因为我怕人家讲我没有作为 我就花钱 我有作为啊 我有成立一个部门啊 我有花钱买军事啊 然后禁铃 委员 禁铃是把国民党的庄角禁铃 我们讲终究全部到这里来 就禁铃了 对不对 你禁铃我就禁铃了 对不对 九千亿 真的是叫召唤 你知道吗 来啊来啊 政治现金来啊 九千亿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不要再得罪我了 然后政治现金可以过来 就是这样子啊 反正我就画一个大饼 你吃不到吃不到你家的事情 我当了总统之后呢 我再来瞧 就是这样子啊 请问一下钱真的可以解决什么事情 美国比我们有钱吗 他问题比我们多得多了 他要解决吗 一样都没有解决 这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当局 成立单位 花钱 然后呢 希望这么 你看我有在做事 没有在做事啊 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到时候真的 让他继续执政下来 那个有好处的 绝对不是台湾老百姓 就这么简单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现在啊 诈骗集团横行台湾 甚至是诈骗小脑还看到 好像是不是打进了绿营政治大咖的朋友圈呢 侯友宜除了痛批赖清德说 民进党应该要负起责任 他也喊出要用他的专业经验 来压制民众最诟病的治安还有诈骗问题 侯友宜甚至喊出他当选之后 他会重启特征组 那么现在会出现立委接受诈骗集团的资源 还有政府高官和通缉犯一起饮验 这跟当年蔡政府砍掉的特征组 有没有关系呢 而侯友宜喊出要恢复特征组 会是下架贪腐联盟的第一步吗 郑永远 我实在很纳闷 民进党有一块重要人士 郑文燦 陈菊 这个一大堆的这些人 当然陈罗伯现在是被公开点名的 都跟这个诈骗集团有关系 合照 参加同样的机器人 被人再拿去当门神 蔡英文 赖清德 没看见耶 没事耶 相比一下我帮她回忆一下 好像大概两年前吧 有个叫什么小玉的网红 把一些名人用AI的技术 贴到那个A片里面当人头 蔡英文怎么说 震怒 修法 严重惩罚 英文啊 要不要修法严重惩罚 陈洛伯跟这些去合照的人 这还不是AI变脸 是你真的是跟人家合照 一起隐虐 而且包厢里面吃饭的 要不要修法重罚 还是你们党纪里面拿出来修理 好像都没有人提耶 然后侯友宜特别提到说 哎呀 我们应该成立特征组 还真的应该成立啊 侯友宜今天终于讲了一个政策 是对的 为什么 你叫人家检察官敢去问陈局说 陈局 你为什么那天去吃饭 还拍照 还被人家挂在那个 那个网站上当门神啊 他敢问吗 他不敢啊 对不对 你敢去问郑文燦吗 郑文燦你怎么参加那个春酒啊 还上台讲话 还帮那个公司吹嘘 那些公司诈骗集团你怎么办 不能只是锁定在陈罗坡 这个小立委身上啊 还有一挂子的人耶 民进党竹帆不及被宰 外面传言说 参加这个诈骗集团的活动 因为这诈骗集团要告诉大家说 我不是诈骗的哦 你看哦 我有很多民进党的大咖的人在我后面哦 背书啊 一般人看到会不会相信 执政党叫民主进步党 这些人是民主进步党里面的重要人物 里面数一数哦 陈罗坡还是最小咖的 那请问你这照片集团 捞了那么多钱 配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 蔡英文有没有震怒啊 什么一个AI换联 诶 请问一下 真的有几个人会当真啊 哇你真的 那个AI里面的这个照片把它贴到那个什么 什么日本的APP里面去 那个什么 就会以为里面那个真的蔡英文在演啊 不会嘛 所以蔡英文为这种事情愤怒 对你自己的事情不愤怒 那为什么他不愤怒 他想家仇 尽量遮掩 以免影响选情 他也知道这是家仇 可是问题是 你是拿台湾纳税人的钱当总统的 你赖清德也是拿台湾纳税人的钱当副总统的 你领了薪水你不做事什么意思啊 你不做事你还要进选 出来竞选啊 那蔡英文当然可以救啊 反正我做到明年520 就不干我的事啊 对不对 那这个反正陈欧波的事情 这个诈骗集团的事情 可能一省也省了好几年啊 不干他的事啊 这个在摆烂 那你耐心的要选 你可以摆烂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妈妈按个赞呢 蔡英文总统说 要在野党不要贩卖战争的恐惧 可是现在传出啊 有80岁老翁竟然收到了民房演训的召集令啊 政府解释说 哎呀他是因为是领长因此才要参加长训 先不是说80岁不至少都厨艺了吗 就算他是个领长好了 那80岁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开战的第一批被撤离的人吗 台湾曾几何时80岁的老人家要去民房耶 这样子的做法难道不会让百姓感受到战争的恐惧吗 到底是谁在贩卖战争的恐惧呢 一方委员 现在我真的很担心的一件事 蔡政府做一件事 他所有的想定 所有的规划就是为这场战争 对 为这一场他们认为 很可能很快就要发生的战争 当你所有的思考都在于 这个战争一定会爆发的时候 这个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 因为你既然会打仗 然后他的思考既然美国一定会来帮 他在两岸关系处理上面 就容易犯错 譬如说你如果两岸关系要改善的话 很简单的是大陆现在开放 台胞会到大陆去观光 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放陆客到台湾来观光 你还说要坐下来两岸起来 这什么好写上 偏偏偏宣布人就来了嘛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连一个八十岁的老翁都要接到这个 因为他是林长 所以他就接到要去接受常训 这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彻底了 这个年轻人要照表 然后警察要训练成为战争的时候 要去守重要设施的这个据点 那易警易消民房这些 也开始在对他们关注这些思想 然后也可能希望把他们开始进行主训 然后买飞弹买各种武器 鱼叉飞弹一买陆基的鱼叉飞弹 就买四百枚 你所有的想法就是这个战争非打不可 好像不打对不起民进党的样子 所以是这个样子吗 你要备战 但是不是所有的思考 都认为这个战争一定会爆发 备战跟避战要同时进行 现在只有备战没有避战 这是我担心 战争真的就会鱼民进党首料的 爆发的原因 真的 吸引力法则 对啊 你所想的会成真 如果林长九十岁 那林长只一百岁 那这开什么玩笑 谢谢 谢谢 谢谢